哈囉 歡迎回到區塊鏈日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 關於比特幣短線交易頻道 他們不想讓你知道的事情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你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在今天節目一開始之前 我們可以先看到最近比特幣的Liquidation 就是爆倉量是非常非常大 自從這波最大的爆倉 然後到現在 其實不管是做多做空都是有爆倉 造成爆倉的主要原因 就是一些合約 還有上槓桿的短線交易 我們在下一則新聞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明天週五的時候 會有高達1.48 billion美金的 這個比特幣期權會到期 就是大概15億美金左右 這個比特幣期權會到期 那這個期權大部分還是比較偏看空 所以很多這些看空的期權 最後都是會變得一文不值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這個open interest 如果比特幣的價錢在明天 還是維持在這個22000以上的話 很多這些看空期權都會變成廢止 所以我相信從現在到明天 這個比特幣期權到期的時候 這個市場波動應該會比較大 那這個多空的博弈 應該也是會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這些都是這個短線交易的人 還有這個玩期權的人需要擔心的 身為長期投資者 我們我們賺的錢 基本上就是靠著我們耐心 然後賺一些沒有耐心的人的錢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 就是這些短線比特幣交易的頻道 他們不希望你知道的事情 那今天為什麼要跟大家聊這個話題 就是因為我相信這個大部分 短線交易的頻道 他們做的事情 跟我相信的事情 就是背道而馳的 那這個當然也不是說短線交易 你不能賺錢 因為在短線交易的市場當中 的確也是有很多人賺到錢的 只是今天對於這些開頻道 然後在這邊大聊 短線交易的YouTuber 我就有的時候是感覺挺不遲的 因為在短線交易的市場當中 也是這個弱肉強食 那這個厲害的交易者賺來的錢 要從哪裡來呢 當然就是從這個不厲害的交易者 或者是貪婪的交易者 或者是沒有紀律的交易者 當中來對吧 但是當他們在聊這些短線交易的同時 要推很多這個交易所的連結給你 讓你透過他們的連結去sign up 就是去這個開帳號等等 那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是會得到很不錯的 這個commission 就是佣金 那你就仔細想一想好了 今天假如說是一個 非常非常厲害的交易者 他今天不停的在推廣短線交易 然後推更多的人 進到短線交易的市場裡面 那這個短線交易的市場 就是90%的人在賠錢 10%的人在賺錢 那如果今天他是一個賺錢的人 那他賺的錢是從哪裡來呢 當然就是要從這些 新的韭菜身上賺對吧 所以他今天就推了更多人 進到這個市場裡面 然後當你進到這個市場的時候 他還可以透過他介紹連結 先賺你一筆 然後當你進到這個市場當中的時候 當你看到這個bybit 或者是這個femax 他給你很多這個開帳號優惠的時候 這些優惠基本上都是你拿不到的 就是你看起來這個 他給你1萬塊的優惠 你可能要賠這個2萬3萬才拿得到 那當然除非你是原本 就在短線交易中很厲害賺錢的人 但是這群人 我相信他們不會浪費時間 看一些youtuber教他們怎麼做交易 那同時也不會透過他們連結 去sign up account什麼的 所以今天這些youtuber在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推更多的韭菜 然後進到這個市場裡面之後 他們再被比較厲害的交易者給收割 所以你也可以變相的說 他們是推他們觀眾去送死 因為在短線交易的市場當中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那我身邊也是有認識很多 短線交易很厲害的朋友 他們是從來不會跟任何人講 他們是怎麼交易 或者是叫人家去交易 因為他們知道這件事情的困難性 那今天就算你是在短線交易中 很厲害的人好了 那你的這個勝率 可能也就是六四開吧 就是說你十個交易裡面 有六個交易賺錢 四個交易賠錢 那總共你是這個盈利的狀態 你就是一個厲害的交易者了 那這個最頂尖的交易者 頂多也是七三開 就是十筆交易裡面 七筆交易他會賺錢 三筆交易他會賠錢 也就是說這個 就算你是最頂尖的這個交易者 你也會經歷到這個 很糟糕的down swing 就是這個下風期 那可能你在下風期的時候 就算你是平常是70%勝率的交易者 但是在下風期的時候 100個交易裡面 你可能會賠這個65到70筆 就算你今天是最頂尖的交易者 你也會遇到這樣的波動 但是往往在這些 短線交易的YouTube平台 他們是從來不會告訴你 這個短線交易是多麼困難 或者是他們自己的勝率是怎麼樣 所以今天這些短線交易的頻道 我認為你看他們 就是完全在浪費時間 除非今天有一個短線交易頻道 它是這個live 就是它是用stream的方式 就是直播的方式 教大家怎麼做交易 或者是他做每一筆交易 開每一筆交易 關每一筆交易的時候 他都是有給大家一個更新 一個紀錄 這樣子的交易者 我才認為是大家值得學習 跟值得追蹤的 但是絕大部分的交易者 都只是可能一兩天拍一個片 然後跟你講說這個趨勢 怎麼樣 看這些短線交易的頻道 對你是沒有絲毫的幫助 因為真正你在一筆 短線交易上面的時候 你會需要看這個情況的變化 然後瞬間改變你的策略 如果今天他是一兩天 拍一部片的話 然後你又是看著他的片 在做反應的話 你就已經太遲了 身為長期投資者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看的是一個大趨勢 那就連大趨勢 也有可能會在短短的幾天裡面 有什麼改變 但今天我們看了 假如說是一個一兩年的趨勢 或者是三四年的趨勢 我們是有足夠的時間 在幾天的時間裡面 做一些策略上的調整 但這些事情 在短線交易裡面 是不可能發生的 所以今天就是在這邊 再次提醒大家 短線交易 或許可以讓你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獲得一個不錯的收益 但是真正在這個短線交易的市場當中 長期盈利的人呢 真的是少之又少 然後真正短線交易厲害的人呢 是絕對不會在YouTube上浪費他的時間的 那我也不是說 所有這個YouTube上的短線交易的人 都是賠錢的 他們可能也是有賺錢的 可能也是有厲害的 但是絕對是佔這個小部分 就是100個短線交易的頻道裡面 我認為真正在市場當中有賺錢的 可能不到10個 甚至不到5個 OK 那我們開始看新聞吧 第一個新聞是聊這個Apto 那Apto這個項目呢 自從前幾天我跟大家聊這個短期23天 漲了350幾%之後呢 最近這幾天又是有更多的暴漲 那我們上次聊的時候 應該是在這個12塊左右吧 那時候是漲了300多%嘛 那在今天呢 這個很明顯又可以看到呢 他從這個位置呢 又是又往上漲了50個%啦 所以說現在從這個低點 漲到目前這個位置呢 基本上已經漲了快500個%了 所以最近Apto這個項目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猛啦 但是大家還是要小心啦 因為畢竟是一個新的幣嘛 但是Apto本身的基本面 還有他的團隊其實是不錯的 那我有跟大家分享過這個 在底部的時候 我曾經考慮要買一些 但是最終沒有買 所以也不用在這邊嘴炮了 但如果有任何我的觀眾 有買到Apto在這個低點的位置 然後在這個短短的這個一個月內呢 賺到500%的漲幅呢 真是要在這邊先恭喜你喔 但是如果你在此時此刻 還想追進去的話呢 我就建議你可能要再多觀察一下 因為這個畢竟短期已經極度的超買了 下一則新聞呢 是跟大家聊這個 今天有更多的文件顯示出來 這個FTX欠給大家的錢啊 其中包含了這個Netflix 還有帝安 還有這個Wall Street Journal 就是華爾街日報 以及這個蘋果都在這個上面喔 那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呢 這個他們是欠了Netflix 還有蘋果也是一筆錢喔 那這筆錢我不知道是這個 用來做於廣告還是怎麼樣的 那在下面還有很多其他的大公司 包含了Coinbase啊 帝安啊 甚至這個CoinDesk這個新聞平台 那下面還有看到這個 American Airline Group 然後Spirus Airline Group Southwest Airline Group 就是一些美國的航空公司啊 以及這個Stanford University 就是史丹佛大學啊等等的喔 那在下面還可以看到這個Giselle 就是Gisire 還有Tom Brady 就是知名的這個NFT的這個quarterback 都在大家欠款的這個名單上面喔 那從目前看來呢 FTS欠了這個超過100萬個人錢啊 那其中欠的最大幾筆金額呢 包含這個226M就是2.26億跟2.03億美金喔 今天這則報導當中呢 只有顯示出這個FTS欠的這些公司的名字 還有這些人的名字 但是並沒有提到說他們欠的這個總共的金額是多少 所以金額是沒有洩漏出來的 下則新聞也是關於FTS還有SBF的 那今天就有更多消息指出啊 SBF曾經這個投資了400M就是4億美金呢 在一個這個VC firm就是一個這個投行啊 那這個投行的名字叫做Madulo Capital 那更多的細節呢是沒有流出來 只說這個SBF曾經呢 啊對於Madulo Capital這個公司呢 是植入了400M的資金喔 那至於這筆資金Madulo是拿到哪裡去呢 這就是現在大家在調查的事情啊 那這些執法單位呢 在最近呢就把這個矛頭指向Madulo 那試著從他們這邊retrieve 就是拿回來這個SBF 投資在他們公司的這個400M的資金喔 然後令人感到可怕的事情呢 是這個Madulo Capital呢 是在2022年的3月 才這個開啟了一個新的投行公司喔 那這個創投公司裡面很多高管 都是曾經跟這個SBF是有一些關係的喔 然後這個Madulo其中一個共同創辦人 叫做Duncan Yu 他才這個短短的從大學畢業了兩年喔 那另外一個co-founder叫做Xiao Yun Zhang 那他的名字叫做Lily啦 那這個Lily呢是曾經跟SBF在這個投行 就是短線交易公司當過同事啊 所以也可以看到這個SBF呢 投資的錢呢 也是一些他朋友開的公司喔 所以關於FTS的事件呢 這個任何時候有新的消息流出呢 都是讓大家額外的傻眼啦 就是今天可以看到SBF挪用大家的資金 去做了一些什麼事情喔 然後把大家的資金呢 投資在這種新創公司沒有經驗的這些人手裡 真的是讓人覺得非常非常生氣啊 下則新聞是關於比特幣的算力的 那在昨天比特幣的算力是第一次超過了300 Extra Hashes Per Second 那這個最高是達到了321 那這個算力達到歷史新高的同時呢 這個所有比特幣礦工目前持有比特幣的這個量呢 則是接近這個歷史新低喔 所以你也可以說目前還在市場當中的比特幣礦工呢 都是這個市場裡面最強壯的幾個公司喔 那他們目前的策略呢就是把這個挖出來的比特幣都是長期持有 沒有打算要賣喔 但是從這個比特幣礦工持有的這個比特幣量呢 是接近歷史新低的時候呢 就可以知道很多沒有被營運好的比特幣礦工呢 可能在此時此刻都已經capitulate 就是已經投降性抛售手中的比特幣了喔 那這個比特幣礦工跟這個投資比特幣的人一樣 也是會在這個熊市當中被這個過濾掉很多啊 最後市場能留下來的呢 都會是這個最健康的公司跟最強大的投資者喔 那關於這個比特幣算力集中在兩個公司的這件事情呢 這個我沒有忘記大家要做影片講 只是這個需要很長的時間去聊這件事情 但如果我有時間的時候呢 一定會做一個影片跟大家聊這件事情喔 我並沒有忘記OK 下則新聞是關於特斯拉的 那特斯拉在昨天盤後呢 這個進行了他們的財報 那財報顯示出來呢 他們仍然是持有他們9720克的比特幣喔 一顆都沒有賣 那這個特斯拉我們都知道在前幾個季度的時候 是有出售他們這個八成還是九成的這個比特幣持倉啦 但是從目前看來呢 這個馬斯克決定其實也沒有錯 因為當時比特幣的價錢呢 是比現在要高得非常多 然後這個經濟呢 的確是有很多不確定性 那我們也知道特斯拉最近是不停的在降價 來刺激大家的購買欲喔 所以說當這個特斯拉自己公司本身的營運 可能都會遇到一些狀況的時候呢 把這個部分比特幣的倉位賣掉 持有更多現金呢 我認為對公司的營運來講是一個好事啦 那雖然說當時他賣比特幣也是被很多人罵啦 但是身為一個特斯拉的CEO 他的工作還是讓這個特斯拉好對吧 而他主要的這個工作呢 也不是負責這個推行比特幣 但是在這則新聞就可以看到了 這個特斯拉還是持有他們剩下 這個9000多顆比特幣沒有變賣喔 下則新聞是關於這個Elizabeth Warren的 那關於Elizabeth Warren 我們都已經跟大家聊過很多次喔 他基本上就是這個加密貨幣的巫婆啦 那今天呢 他卻誇獎這個SEC的這個Chair Gary Gensler 說他這個doing a good job 就是做得很好啊 對於這個加密貨幣監管這些事情喔 那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 他說這個 The SEC has worked to protect investors from crypto products and prevented Bitcoin exchange traded funds from hitting the market 就是說呢 他今天認為這個SEC的Chair Gary Gensler 是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他不讓這個比特幣的現貨ETF上架 那看到這個呢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Elizabeth Warren在想什麼東西喔 因為這個現貨比特幣的ETF呢 是比期貨比特幣的ETF要安全非常非常多的喔 那今天在市場當中 已經有這麼多隻比特幣期貨ETF了 那他卻在這邊這個阻止比特幣現貨ETF發行 這個叫做保護投資者嘛 他在下面跟說到加密貨幣的板塊呢 是非常害怕一個強健的SEC喔 那也是因為如此呢 他們才會花這個更多的錢啊 想要這個說服一些政客等等的 然後去躲避這個SEC的監管喔 那看到這邊我真的不知道這個Elizabeth Warren在說什麼東西啊 因為今天Gary Gensler呢就是私下跟SPF有多次見面 然後這個FTX的事件 Terra Luna的事件呢都是在SEC的這個監管眼皮下發生的事情喔 所以如果今天SEC的Chair Gary Gensler真的有做好他的工作的話呢 這些事情都是可以遭到避免的喔 但是我們也沒辦法 因為世界上就是存在很多這種為了討厭而討厭的人 那如果我們知道他背後的這個motive 就是知道他背後的這個動機的話呢 其實也不會覺得那麼奇怪了 因為背後支持Elizabeth Warren的這群人呢 都是銀行喔 所以今天你也可以說這個Elizabeth Warren 是為了銀行在爭取他們利益的一個參議員 所以今天他對加密貨幣不友好 是非常非常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喔 今天最後一個新聞要跟大家聊呢 是這個Conflux Token 那關於這個Conflux Token呢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喔 那這個Token是在最近呢 這個暴漲了60%啊 那原因是因為呢 他們跟中國這個小紅書有一個合作喔 那這個小紅書上的人呢 可以透過這個Conflux Token呢 去在上面購買一些NFT 然後把這些NFT 放在這個小紅書的這個頭像上面喔 那我不知道我的觀眾朋友 有沒有在使用小紅書啊 因為我的觀眾朋友 大概高達60%都是來自台灣的 那台灣應該是沒有人在用小紅書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沒有在用小紅書 但是我老婆呢 卻非常非常喜歡用小紅書 她說上面有很多非常好的資訊喔 那這個Conflux Token呢 自從跟小紅書開始合作以來呢 她是已經暴漲了373%了 但是對於這些項目呢 是完全引起不了我的興趣啦 那我對於這些小項目呢 也不會有任何投資在上面的這個想法 對於小紅書跟Conflux合作呢 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想的 如果今天有這個中國大陸的朋友啊 歡迎可以在留言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 那今天的新聞就跟大家聊到這邊啦 祝大家擁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週見啦 拜拜 再跟著這一個小鈴鐺 我們下週見 一邊下週見 玩了 一邊還有很多星期 五邊 開啟小鈴鐺 在這裡 是 五邊 郵打